你们哪来的钱 七八 看我干嘛 我也不知道这钱是谁的 既然都不承认 这钱我就没收了 你们两个今天别想吃饭 哥哥 你为什么要说谎 别去搞坑人 你有证据吗 哼 我一定会惊穿哥哥的阴谋 幸好我有两手准备 这下 这下被我找到证据了吧 我现在就去告诉妈妈 等一下 别告诉妈妈 你哪来这么多钱 是不是偷的 这是我帮人抓老鼠挣的钱 挣了好几年呢 攒这么多钱干嘛 我想送妈妈一份礼物 你帮我保密 这些都给你 这么多 这可是我的全部继续 反正我快走了 以后也用不到了 你要去哪 没 没什么 这就是你买的礼物吗 嗯 有了它 再也不用我打扫卫生了 骗子 说什么给妈妈买礼物 我看就是你自己想偷懒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园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想等我走以后 让它代替我陪在你和妈妈的身边 最近 我的胃口越来越小 体力越来越差 我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 虽然我很舍不得你们 但是我怕我死了之后 你们会伤心 如果我离开了 就可以永远活在妈妈的心里 成为一个因为贪玩 而忘了回家的孩子 又玩游戏 哎 老了 这个臭小子 竟然会生动机器 认识小弟就被老妈承走了 我真是太厉害了 男子 开始行动 收到 不对 刚刚的房闹门是锁的 七宝根本没有出门 你看见七宝了吗 刚才他躲在门后 趁你出门就跑了 他说要去凌云网吧打游戏呢 还好你耳朵尖 听到老妈回来了 这回他应该要出去跑一会儿了 我们继续 不对 我昨天经过凌云网吧 说是几天暂停游业 七宝怎么可能去 快递到了 来了来了 又在搞什么鬼 我们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妈妈生日快乐